坐了半个小时的中巴,终于来到绵山了 车费是五元,很便宜 但是整个小班就等于我们60年代,坐到密着 绵山风景应该很大,很有名的 但是为什么香港没什么旅行团离呢? 个个人好像朝圣那样,首先走石盒 这个可能是戒指堆,我没猜错是戒指堆 好了,我们现在进去买飞了 像不像酒店大堂啊? 这个5A级旅游景点啊 为什么香港没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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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变成大厅 这里就卖飞了 过来这边就是搭环保车 二楼有齋吃 这里有很多摊档 那边就买飞 这里就去买买飞车 跟着我们就在这里搭旅游车 再转去另外一个景区 你看一下排队的驾驶 两个人 我想一下 大智人呢 很多人 搭一轮大巴就上到来 就转成这些小巴 就来到龙头子 这里 这是龙头子风景区 那边就是龙脊岭索道站 有一条索道再上 这里是龙头子风景区的周围 哇 真是 好美 哇 这里就是 市区 再看多一遍 再看多一遍 哇 迷我这么大 啊 这个不够 油口就在这里 这个就不够够 这个就是绵山圣景的牌匾后面 第一道欢迎我们的 就是绵山圣景的牌坊 这里有很多块石碑在这里 这条可能是以前上山的路 就是这样走上来的 那边就是市区 那边就是市区 都很高啊 面山 我们上山就是搭这些环保车的 雷水 就是山上地的牌坊 不够迟到家庭山圣景的牌坊 在下马上 哪里有陈安圣景的牌坊 在这里看,像不像龙头,龙头纸 哇,公园前六三六年见人 这里叫明道坛 开天明道 道明国就是供奉天地军亲师之位 妈咪坐在那里等我们 这个就是龙脊岭 我又在这里下去,去普九亭,就是妈咪那里 下来普九亭那些电影那里,再拍上去 啊,另有一景 这个就是想善丝 这个就是普九亭 幽冥十介 这个就是明道坛 这个就是佛岳斯 我现在就在明街,现在上人街 我们现在上龙头纸 这个就是圆国的牌坊 我们现在去南天湖关帝庙 这个就是圆国的牌坊 圆国的牌坊 圆国的牌坊 再看下去 好像有一条小路 就是走上去面山的当年 万丈佳昌 南天门 这个就是面山书院 那边就是关帝庙 这个就是关帝庙 这个就是关帝庙 真武庙还要上去 真武庙在上面 这边 这个就是元天上帝 这个就是元天上帝 南天门 牌坊后面 原来是雷神殿 我在雷神殿 我们现在去唐营和龙脊 先去龙脊 南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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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水流下来的地方 这里有两个亭 再上那个应该是龙头 这里有一个瀑布 我们继续在酱汁 我们继续在酱汁 既然有男鸡上 山道 有点辣 在龙脊那里 我看回来的地方 看回来的地方 看回来的地方 中国人之似 看一边的垃圾 上面是唐营 这边的地方 这边就没有难得那么多 这边就没有难得那么多 哦 这个就是龙头 我在龙头那里 拍回来的地方 我看回来的地方 我看回来的地方 这个瀑布的水就在这里流下去了 我又继续上升了 水怎么来的呢? 你看看龙眼 水就这样流出来了 这个叫龙眼泉 哇,好可爱 不停在这里爆出来 从这里下去 上面有点张牌 这个是情咬金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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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情咬金的张牌 要上到顶的时候一定要上 原来不准走 就早点弄个牌子 原来在另外一边有一条路上 这个是情咬金的张牌子 它超级老四眼 嗯,徐梁仙中 继续上升 继续上升 前路崎岐 我們現在去紫武像和中軍旅 繼續上去 我現在在龍頭岩的風景區最高處 這個程偶金的像 接著來這裡,南天門 現在變得很小 麵山盛景就在那裏 龍延泉都在我腳下 靜咬金那個像 龍頭台 整個麵山,腳都看完了 看來這裡 紫武像就是戒指堆和她的媽媽 這個就是戒指堆和她的媽媽 還可以上去 還可以上去 雲晶 那邊真是唐人 還要上去 這裏原來是最高點 這裏就是唐人的總指揮 哎呀 這個龍脊嶺 這個龍脊嶺 秦琴的軍將 這裏就是李世民的軍將 我現在這裏的軍將 叫做較高 戒指堆的軍將 都在我腳下 那裏還可以上去的 原來是艦車站頂 那裏可以從這裏走回來 那裏還可以上去的 那裏還有一個艦車 那裏還有一個艦車 那裏還有一些建築 但是我不能上去的 太遠了,我要下去了 現在我去的原來 在麵山的山頂 那裏還有李世民的軍將 在這裏 龍脊嶺到此為止 現在開始下山了 又到戒指堆的子母像 那裏 城堂那條路好似 我現在來到另外一邊的艇 那裏 這裏就是龍頭岩上邊 在這裏下回龍頭 這裏是龍頭的後面 我就在這裏下來了 好隱備 好險要 又回到瀑布 先前裏是在那裏上 現在就是在這裏下來 這裏下的 現在就是在那裏下